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应该是一个全貌 这是船头 船身 船尾 驾驶指挥塔 这是涂好了的颜色 跟原来那些颜色已经改变了整体的照片 那么今天我们辩论会放了这些照片 我们要变什么呢 我们要变中国有了这样的一个航空母舰以后 对于南海的局势会带来一个什么变化 是南海的局势趋于紧张呢 还是趋于缓和 两派是针锋相对 我的看法呢 这个是南海也是中国核心利益的延伸 那就是核心利益 这是另外一个面积 我觉得呢 就是南海是中国的核心利益本身 就已经引起这个周边国家 包括美国在内的一种高度关注和把这个复杂化 那现在你作为延伸的话 那属于复杂化的复杂化 就是紧张了 对 可能 他不用紧张 因为复杂化 我是注意到 其实这个中国的高层 关于这个南海属于中国的核心利益 这种话从来没有从高层的这个 或者官方的这个口头讲过 对 这是一个我们值得注意的 另外呢 就是这个南海问题 其实很多年来一直都存在 但是应该说现在一下变得这么热 美国在去年实际上起了一个 推波助澜的一个作用 某种情况下 我个人感觉好像中国被美国黑了一把 黑的这个关键就是美国高调的炒作 所谓的中国的南海核心利益说 对 可以 所以说呢 这个问题呢 咱们现在呢 你也不否认 它这个南海涉及中国核心利益这个命题 不论是正命题 就是真是命题还是伪命题 但是它是中美关系复杂 是从这开始的 对吧 那是说呢 我认为呢 它可能出现的问题 又在哪个地方呢 就是它因为呢 把这个什么呢 航空母舰出台以后 然后呢 这个会引起美国的更多关注 然后小国呢 相邻国家啊 这利益攸关国 可能呢会借此呢 借美国的利益呢 然后来把这个东南亚 南海这个问题呢 更加趋于复杂 因为在此之前 本身属于地区性的冲突 现在是等于地区性的冲突 加上老大和老二的微妙关系 所以说我觉得这里边呢 就有老大和老二的关系 然后呢 中国和东盟的关系 所以说这里边就自然就复杂了 我觉得世界上 我有一个那个 一个观点 就是中国强 中国的周边的 周边的局势就稳定 前提是中国越强 中国周边的局势就越稳定 那你来举例讲 中国和日本的关系 你看150年 从加武三争以来 中国越弱的时候呢 这个局势越混乱 中国越强的时候 譬如说现在 中国越强的时候呢 局势就越安定 中国强 中日关系就强 就稳定 那么同样在南海 南海现在为什么 就是说 不管你说核心利益提法 还是不用核心利益提法 中国在南海的南沙 有相当的岛 起码有说29个 有说30个岛礁 是被别人占去了 是的 那么现在中国 无论如何 这也是中国的领土 固有领土 一定要收回去的 问题是怎么收回去 是通过军事手段 还通过和平手段 那么现在来说 有了这个南海 有了这个航空母舰 航空母舰 就是说你可以放在南海 放在南海 就意味着什么呢 就是中国的军力 可以投射到这里 中国军力投射到这里 那么你这个周边的这些小国 你当然你是受到这个威慑 受到威慑 如果现在中国要用武力解决 那么局势马上紧张 但是中国非常清楚 不用武力说 还是坚持用和平手段来解决 那么起码中国的航母在这里 你现在这个周边的国家 你不能有再多的动作 刘博士 你说这个中日关系 前面举的例子 那是一百年前的事情 当时呢 英美还是在隔阳关火 或者他们不会介入中日关系 这里边 今天已经不一样了 今天呢 你中国和邻国的关系 实际上呢 都有中美关系的影子 所以说呢 这个什么 这些菲律宾啊 什么这些 是利益 参与利益国家呢 他会呢 什么呢 他会借这个美国的利益 来制衡你这个中国 所以说我觉得 他这个两个东西的可比性 就是说关联数是不一样 我觉得是 我稍微说一下啊 我觉得短期之内的 这些东南亚国家的不适应 甚至是像以前出现了一些 偶发状态下的这种武装冲突的可能性 都是存在的 但是我个人还是最终会相信这些国家 最终还是会接受中国航母在南海 甚至是更大一个范围内的常态化的一个存在 因为最正的来讲 对他们来讲 这个国际国际关系最终来讲 还是比较冷冰冰的 它是一个基于这个实力和这个 这个基本的实力对比的 那么对于这些国家来讲呢 目前来讲他们的选择选项很有限 大概有这么几个 一个呢 就是进行和中国的武力上的对抗 那很显然目前的这个对他们是不利的 还有一个呢 他们可以正常一样进行一场军备竞赛 那么军备竞赛 某种程度上来讲可能会出现 但是从长远来讲 那么单个国家和中国进行军备竞赛 最后这个吃亏的也未必是中国 那第三个选择就是您刚才提到的 他可能会采取长这个以前的一种做法 就是挑动中国和美国这样地区大国的这种 这种寻求 搞这种搞这种所谓的平衡战略 但是这里我们要 您的这个观点 我是赞同一部分 但是您忽说一个更大的一个背景 这些大国不会被小国玩 就是小国之间寻求大国之间的这种 这种力量的平衡 这是这是他们的一个一个战略的一个诉求 但是这些大国不会说 我我我被动的被你这些国家来摆布 被你们来调动 最后一种最后一种比较现实的态度 就是他们转变态度和中国就这个问题 再做下来基于一种实力和利益的 现实的这个原则 重新议定规则 咱们在商量这个事情怎么办 我我个人感觉最后 不管怎么样不适应 或者是怎么样的紧张之后 最终的这个最终的这个结果 可能是这样一种情况 比较理想 我想是这样 南海的问题 什么时候彻底解决 把中国失去的岛礁还给中国 这个局势就彻底稳定 你不说了 你先听我说了 我不说你真 我只是说想加一个注解 不是这里边你认为是中国的固有领土 我想强调一点 这是有争议领土 没有 你看是不是有争议 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因为因为中国提出的领土争议 基本上是七十年代以后都来的 这是非常明确的 那么我讲 除非你说中国 哪一个领导人说我们不要了 把这个就让给你们各个国家 谁敢 但是肯定没有这样的 谁敢 你这个问题不拿回来 这个局势就不会稳定 但是我最后再也见了 我们没时间了 我们读几个网友的帖子 然后我们第一拍就结束 第二 这个下一拍你再说 这个有一个网友叫王七指 他说首先肯定会紧张 在南海问题上我们早就被僵了一军 要不隔地 要不就适当使用武力 隔地是不可能的 目前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们必须用那个用邓公的思想 主权在我共同开发 我们必须禁止外国军舰 在我们海域出现 必须把那些外国驻军赶出我们的岛屿 也必须制止外国的石油公司 在我们南海的资源开发 开采 而对他们的渔民等等可以网开一面 资源也是可以共享的 想的还挺远 这个九阳申公说 航母亮相将使南海局势趋于紧张 美国会加强在南海的军事力量 中美世界力敌 互相妥协时局势才会缓和 中美互相妥协 他爹说 他说紧张是正常的 造一艘航母远远不够 他就说造一艘航母远远不够 还要造十艘 二十艘 三十艘 直到他们都服贴了 都了解中国的航母 不像美国那样满世界跑 到处耀武扬威 而是缔造和平化 和平化解冲突的楷模 紧张自然也就消停了 万里风云他说 中国航母亮相南海局势 将趋于缓和 众所周知 恶狗只会对手无寸铁的人叫得凶 如果手上有打狗棍 行人就能够胆敢 就够胆去驱赶恶狗 狗只顾逃命 最多在远处相当性的叫几声 随后是一片清静 中国航母就是打狗棍 有了航母海江永不扬波江 迎来太平的南海 有点诗意话的一个帖子 实施辩论会 我们稍事休息 广告以后马上回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